2003年19岁史丹佛大学中措生霍姆斯创立公司 号称掌握用一滴血就能检测出疾病的科技 他的发明被外界看好 几年之内就募集到了数亿美金 他的投资人涵盖政界的高官 媒体大亨梅夺跟墨西哥富豪等等 直到2015年企业内部的吹哨人爆料 所有血液检测数据都是造假的 霍姆斯谎言被揭穿 他也被控制一项罪名 法院在3号裁定4项成立 包括诈欺投资人跟进行电汇诈欺 最高可判20年刑期 2003年19岁史丹佛大学中措生伊丽莎白霍姆斯 号称掌握只用一滴血就能检测出疾病的科技 他创立的公司几年内就吸纳数亿美元的投资 但最后证实这是场滔天骗局 现年37岁的霍姆斯被控11项罪名 法院3号裁定其中4项成立 霍姆斯就读史丹佛大学化工系 2003年成立了协议检测公司 他声称只要一滴血透过精密仪器 就能读取血液中的成分和数值得知罹患的疾病 霍姆斯声称的技术除了能让病患免于抽血之苦 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省庞大的检测费用 甚至及早发现疾病 所以他的募资相当成功 初期就募得了600万美金 霍姆斯的产品研发并不顺利 主因是一滴血的量根本不足以做将近40项的检测 机器测出的数值也不稳定 但霍姆斯坚持一滴血的卖点不能改变 后来他干脆假造实验结果欺骗投资人 霍姆斯的父母是政界人士 家世渊源让他拥有丰沛人脉 光看公司的董事阵容就很惊人 包括了几位前国务卿 前国防部长 前上将 还有几位前银行执行长 Zerenos的协议检测从头到尾都没有成功过 但他却能说服媒体大亨梅多 零售业龙头沃尔玛的家族 以及墨西哥富豪撒大钱投资他的公司 直到2014年 他已获得高达7亿美元的创投资金 2015年 华尔街日报收到吹哨人的爆料 霍姆斯的谎言才终于被揭穿 医疗监督机构进行调查 发现Zerenos的数据不实 而霍姆斯把错全推给了实验人员 随后霍姆斯的实验室也被发现不合格 政府下令关闭 经过三年的调查 联邦大陪审团起诉霍姆斯 以及公司前营运长鲍瓦尼 共11项罪名 由于霍姆斯怀孕生死和疫情的影响 审判一直延宕到去年举行 她被控串谋诈骗投资者 对三位投资人进行电汇诈欺等罪名成立 最高可判20年 霍姆斯曾经登上复笔式杂志富豪榜 被外界称为是贾博斯第二 谁也没料到这位金铜竹的是空中楼阁 市值90亿的企业一夕蒸发 霍姆斯最终没有成为戏骨的传奇 却沦为了一则警示的故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